解密科技宝藏 生物蛋白炼金术 台湾地底蕴藏着丰富的热能 不但可用来发电或成为温泉 工研院更在地热水中发现一种台湾独有的菌株 能够吸附与回收水中的金离子 未来可使用在工业废水中回收金属材料 成为最环保的科技炼金材料 这个保存在零下20度环境的试管 里面就是台湾独有可以分泌吸菌蛋白的菌株 我们这个技术的开发 最一开始是希望能够开发出一个环境友善的方法 来解决地热颈中碳酸钙结构生成的问题 那在整个技术研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说某些微生物蛋白 它具有一些特殊的构型 那这些特殊的构型可以跟特定的一些金属离子去说间接 来吸附它 那像我手中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从台湾地热区里面塞出的菌株 它是一个新种菌株 那它的这个蛋白呢 对一些贵金属像是金啊银啊这些金属 它的吸附效果特别好 因此我们就希望能够利用这个菌株的蛋白 来开发出一个产品 然后让这个产品可以在市场上来回收工业废水里面 低浓度的有价金属 让整个市场的一个价值能够更好 在科技专案支持下 工研院从台湾多处温泉区筛选菌株 经过菌株培养与菌吸附测试 发现台湾东部筛出的新种氏热菌株蛋白 对金离子具高选择性 吸附速度快 与现行回收金的离子交换树枝法相比 蛋白吸金能力约为树枝的四倍 蛋白基材吸金后 可经高温断烧程序 制成经济价值更高的抗菌性奈米金 蛋白断烧后 不会产生多余的炉渣 能够减少废弃物处理成本 这个湿热菌株为台湾首先发现 并且已登陆在国际菌种资料库中 更已布局美国及台湾专利 除了金之外 这个蛋白基材对特定金属也具选择性 可以回收不同的贵金属 未来可依据各种产业的需求 包括镀金产业 印刷电路板产业等 甚至进一步直接回收地热水中的微量金属 降低开发稀土元素对环境的影响